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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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我是一個習慣 因為我真的從小就做到大了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心裡會唸歐咪頭髮 之後就不會了 就長大了 習慣了 真的習慣 對 你有沒有想到今天變成網紅 心裡有什麼想法 我有點嚇到 我想說怎麼會突然就出現在那裡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開心 就是很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們 對 但是 我可以講一件事嗎 我想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家是完全沒有什麼任何 就不需要靠我的 所以 因為我很多人會 我看很多人網友說什麼 呃 是不是生意不好 然後所以才怎麼樣 因為我們家是生意最好的 可以呼一下德比鄰居 對 所以你只是一個 一個回家幫忙的一個動作 對 我只是回家幫忙 然後我想說你怎麼會爆紅 這樣子 我就覺得傻眼 然後我就真的傻眼 超多那個朋友打尿給我 我就傻 真的傻眼 對 超傻眼 對 對 就是 我就遇到了啊 家裡 就是家裡 就是需要我幫忙 因為人手都不夠 所以需要我幫忙 所以我就是要學 嗯 當初你念護理師怎麼會想說也來賣魚 沒有 這是我們家自帶相傳的 對 所以從小幫忙到大 國中就開始幫忙 然後是過年過節大家一定要幫忙 對 那你覺得鯊魚過程當中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啊 嗯 就是切刀下去的那個地道 因為如果你有時候切不好那個肉會炸開 然後或是刀太順的話 會把那個肉弄爛 對 就是害怕說把肉弄爛 有沒有被刺過 蛤 有沒有被魚刺刺過 蛤 有沒有被魚刺刺過 他會感染 有那個蛋 比較孝順 對 你怎麼會殺魚 很多女孩子都不敢殺魚 沒有 我們家有四個女生 那我們三個都會 就最小的比較深處 因為他比較年紀比較小 幾歲開始殺魚 對喔 國中就開始了 因為其實 那時候爸爸是做 不是做這個職業 然後是有媽媽跟阿媽在做 然後那時候就要開始幫忙 從小就要幫忙 對 謝謝 謝謝